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分享我们应该做的是诗篇一百篇 诗篇一百篇 按中文和合本来看 有一个字不断地重复 就是应当的当 普天下应当向耶和华欢呼 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向上帝歌唱 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所以这首诗篇呢 就分享了我们应当做的事 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要忙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每天应当做的事做完呢 什么是我们每天应当做的事呢 就是向上帝欢呼 应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就是欢欢喜喜的敬拜上帝 应当向上帝歌唱 应该追求认识上帝 应该称谢进入上帝的门 应该感谢上帝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做好应该做的事了吗 我们应当向神歌唱的歌唱了吗 应当欢欢喜喜的敬拜上帝 就是乐意侍奉耶和华 我们欢欢喜喜的敬拜了吗 应当感谢上帝 我们感谢了吗 如果没有 赶快找一个时间 跪下来或者站着 或者坐着都可以 花一点时间来感谢上帝 向上帝欢呼 这是我们每天都应该做的事 第三节说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 是他造的 今天很多人不向上帝欢呼 是因为他们不晓得上帝 不知道自己是上帝造的 所以他们就不认识自己是谁 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应该是神的名 神草肠上的羊 注意 神草肠上的羊 羊是属于神的 草肠也是属于上帝的 草肠 羊在草肠上吃草 按今天来说 千山的羊 万山的游 精子银子 一切都是神的 可能很多人在为经济担忧 但是各位不要害怕 知道自己是谁 你是神的羊 草肠也是神的 精子银子都是神的 你一切所需要的 神都知道 你只需要做每天 应该做的事 向上帝欢呼 欢欢喜喜的敬拜他 歌唱他 相信他一定会带领他的羊 到合适他的草肠上去 应该要称谢进入上帝的门 以赞美进入上帝的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到上帝的门 到上帝的院 来到神的圣殿 要以感谢赞美的态度 到圣殿呢 因为上帝本伪善 他的本性是良善的 上帝的属性是慈爱的 我们要认识神的作为 也要认识神的属性 第三节是认识神的作为 他造了我们 第五节是认识神的属性 他本性良善 他是慈爱的 认识神的作为还不够 还要认识神的属性 因着神是慈爱 本性良善的 所以每次我们祷告 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就可以欢喜 称赞的态度 来到他面前 因为他会照他的慈爱 和良善来对待我们 这就是每一次我们聚集 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 为什么要有欢喜的态度 因为神是慈爱和良善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世人说 你们信的人 就来向他欢呼吧 我们不信他 我们不用向他欢呼 但是主啊 这首诗篇 却呼吁所有普天下的人 都应该向上帝欢呼 因为上帝是造物主 主啊 当我们认识到你是造物主 我们才认识到 我们真正的身份 我们是你的名 是你草上的羊 主啊 我们要做顺服的羊 要做跟随你的羊 我们也要做喜乐的羊 因为你是慈爱良善的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